如何更改可撤销信托 你一旦成立可撤销信托之后呢 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做修改 那我们也有一些客人他进来的时候 也许二十年前事先成立的信托 可撤销的信托 那现在他们的家庭成员改变了 增加了一些孙子孙女 或者是资产也有一些变动 那我们帮他做的是叫一个 Trust Amendment 就是信托的更改 那这个更改文件呢 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情况 变化的情况来做一个Amendment 那这个Amendment也许他不仅仅可以做一次 他可以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一直下去 因为其实你早期做一个可撤销的生前信托的话 这个是普遍我们看到比较多来做修改的原因 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遗产税的问题 因为遗产税的法律来讲的话会一直在变化 那也要按照法律的变化也许也要做一些修改 所以我们就是按照情况跟法律的变动 来做所有的这些Amendment 然后Amendment的话是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可以做很多份 那每一次我们做完的话 就是会放在原先的这个生前信托的上面 然后每一个Amendment都结在上面 那如果是真的这个客人做了太多的Amendment 因为你太多的修改的话 你只是这个可能每一个一些步骤的修改 那你太多的话看起来会比较模糊 比较不那么清楚 那如果太多的话 我们会再帮他做一份Restatement of the Trust 这个就是说把所有的修改 又重新的放在一份这个信托 那这一份信托会包含所有之前的修改 这样子才不会太过复杂 或者是看起来比较能够理解 他之前的修改总共是多少 然后最后一份是怎么去更改 所以如果他这个人走了的时候 不会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遗漏说 他当时修改的内容是哪些 其实你成立这个可撤销的信托的时候 只是成立人需要来做这个签名 跟公正的动作 你的受益人 你后续的委托人 他们其实是不用知道的 因为这个文件 这个安排是你的隐私 你有权利不让他们知道 或者是你也有权利告诉他们 那这个就是你的决定 那当然在成立的时候 你来找律师的时候 你就是成立人需要来 如果是夫妻的话 两个都必须要出现 那如果是单方面的话 就是他个人来 那收益人 后续的委托人 是不用签名的 所有的签名都需要公正 所以我们提到的可撤销的信托 需要公正 如果你做修改 修改的文件也需要公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